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是可以先准备一些地图的出面 像这个用天然木槽做的这个竹子 就是让她很没用 可以没用到没说没聊 还给放电 平常家里是用观笼的方式饲养的话 你的笼子里面 其实就可以放一些 她可能会喜欢玩的玩具 草边的玩具等等 在里面让她玩 那回家以后就是再让她出来 就是跑跑啊 发泄体力 那如果说你在家 真的可以就是给她一个安全的活动空间 那人不在的时候 也可以在笼外活动的话 我们还是一定要建议 你家里危险的东西 一定要确实有收好了 因为其实兔子如果去 可能咬到电线 还是有出电的危险性 想要吃饱了 又怕出来的东西 让她搅拌 把这几个屁股 都可以吃饱了 吃着欢喜更安全 并且新闻代表报得